你到底存了什么心 你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 这个事情难办了 所以我学佛的时候 李老师就告诉我 他说你们这一代学佛 难得了 你们能到老师面前来 公公建议是 顶礼三败来求法了 到你们这一代 将来要传法给别人 不是这样子 你们要顶礼三败 拿着佛法送给别人 别人未必能接受 再公建对他 可能被人家一顿和尺 一咎把你提走 老师讲的没错 所以我们在第一生当中 做鸿发立生的工作 受了许许多多的去辱 羞辱 毁谤 伤害 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那是什么 老师把这个话讲在先了 我们遇到了 老师很了不起 先见之明 我说他早就说明了 你肯定也遇到这些事情 现在遇到老师的话 不是兑现了吗 如果老师在当初 没有讲这句话 我们恐怕早就退性了 菩萨道难行 算了 还是独善起身吧 我每当遭受重大打击 虽然有这些底子 心里还是一定难过 想怎么样了 算了 不做了 我这个不做 不是说 永远断的不做 这个地方没远 世界大得很 我到别的地方去走 动这个念头 可是没有这个念头 才动 就会有鼓励的来了 像这个两份东西 就是最近 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寄给我 是南洋寄过来的 我这一看 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让我信心又恢复了 再苦 再难 再受取乳 为什么呢 众生可怜了 太可怜了 他愚痴 他无知 他在那里造作罪业 果报很恐怖 现在不知道 果报现前 他后悔磨叽 所以 还是要做下去 那么这两份东西呢 我们用文字 放在 这个解答的 后面 跟着这个 解答的光碟 一起流通 现在 时间到了 我们解答到这里 也圆满 太可怜了 了 太可怜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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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请坐 今天有37个提问 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 他说香港有一个道场 是以净空老法师教材来学习 那么这个道场老师提倡私辰 请问下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道场 一位师兄一年前过世了 而这位老师强调要修亲尽心 禁止所有师兄去祝念 和帮助一切兵仪的史相 请问这是不是如法 第二个问题 他说这个道场 故师兄曾经获得 学会赠送老法师的光碟 可是因为要接受私辰 就不能看老法师的光碟 请老法师开始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必须要知道 私辰没有了 我所接受的教育 我常讲 是沾到一点点私辰的边缘 是不是有私辰呢 没有 我爹三个老师 方东伟先生 张家老师 跟李老师 前面两位老师 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而李老师呢 我跟他学佛的时候 他给我提出三个条件 也没有说事情 我们曾经听老师说过 佛教是私道 私道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孝道没有了 哪来的私道呢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 社会为什么会这么混乱 死到没有了 为什么死到没有了 笑到没有了 他在家里面 对父母都不尊重 都不孝顺 他怎么会尊重老师 再来死到 Fort百万了 老师 是 到处 Fuck Давайте 感谢观看